雙北疫情持續升溫 台北市和新北市達成共識 從今天開始 雙北市的國三和高三學生 不用到學校 改以線上遠距教學到畢業典禮 而宜蘭也宣布跟進雙北 全保值人員全副武裝 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進行全面消毒 國中會考綱結束 緊接學校要上課 台北市立刻啟動了校園考場消毒措施 不過有近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仍入不斷增加 雙本疫情升溫 台北市和新北市達成了共識 順目從17號開始 國三和高三學生不用到校 改才在家遠距教學到畢業典禮之前 星期一開始 高三跟國九的學生 在家不到校改採線上學習方式 我們的線上教學酷克銀 其實是相當的成熟 而對於老師來說 從現在開始到畢業典禮之前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6月4號他們知道成績 然後要怎麼去選田自願 這些都是一個大問題 據草原春福財 郭俊麟採報報導 北市場合理院 北市場合理院 南京 東京 北周